浪爱永恒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打开我们今天的这个捐款 里头有钱还有那个发票 那感谢各位的爱心 我们这边的客人感谢 那浪爱永恒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我们是帮助浪狗浪猫协会的团体 浪狗浪猫 然后拿到这个发票他们会去对 然后对到奖之后呢 就拿来当做这个公益基金 那这公益基金做些什么事 所以就是说如果有通报者通报 然后我们会协助救援 然后劫渣远报 对然后小猫的话 因为在外面生存能力比较低一点 也比较危险 那我们协会有空间 我们就会收留 然后我们有做送养的动作 然后我们送养的活动 都有在我们的粉丝专业上 那因为我们放在各个店家放箱子啊 是因为我们要盖庇护所 才能在救援更多 像有的残庇的狗猫啊 老的狗猫啊 比较 就任养的几率比较低 好的我们感谢这位施主 三千元 这当初怎么有来 他来买东西 那我们易卖 那把它 我们收到的钱呢 放进去 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意 那帮助这些生命的延续 那这些猫狗基本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很可怜 因为路杀呢 也会 不是杀他自己 还会杀人 所以我们要安置好这些浪浪 让他们安身立命 不然的话 在街上跑 其实很多人 每年都有路杀 是人被杀也有 狗被杀也有 猫被杀也有 那人被杀是因为你去撞到了浪浪 然后翻车造成伤亡 好像每年都有发生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以现在的景气状况 还有这样的 这样多多少少 可以买一些饲料 可以买一些饲料 感谢各位怪奇师的爱心 怪奇师粉丝的爱心 谢谢你们帮忙 那这个我们就 多不多是一回事 但是最起码有在做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生意更好 能够把这些捐款的素额 弄得更大 让家更完整 那这次有爱心的这个服务呢 也希望延续到各位的身上 让爱永恒 当你在面摊餐厅吃面的时候 五十一百不嫌多 那发票呢 记得随手 那帮助他们 那让我们的这个 这个流浪动物 能够有个安生命命之所 记得一件事情 铃养代替购买 谢谢谢谢 好 请大家多多支持